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第104期 盛田招夫加入索尼公司 上一期我讲到索尼公司在景深大的带领下 就和几个哥们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做电饭堡就失败了 然后又做烤面包机 然后又失败了 最后终于做成了电热毯这个东西 他终于算是赚了一点钱 但是显然做电热毯的东西 所以说电热毯这个东西 肯定不是景深大的理想 它当然有更大的理想 当时在战争期间 短波收音机是不能用的 因为这属于收听敌台的行为 如果发现的话 是要拉出去被打靶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日本人他肯定也是人 是人都想要了解事情的一个真相 如果能收听敌台 并且了解真相的话 肯定还是很乐意的 再把核武器招过来的 那个日本昭和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 收听敌台这件事情已经不违法了 因此大家都很开心 景深当然更开心 索尼就开辟了第二个业务 就是把暂时损坏过的收音机修好 或者是外加一个短波的模块 搞个类似于翻墙的软件 翻墙的硬件 我看到过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木头盒子 里面是个真空管 还有一些电路 这个东西当时就十分走鞘 简直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在1945年的10月6日 索尼 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叫索尼的 但是为了方便其点 我就是把他一直喊作索尼 他的名字叫东京通讯研究所 还不是叫索尼 索尼是后来的一个名字 就在1945年的10月6号 公司这件事情 就是改装收音机这件事情 就上了朝日新闻 看来日本一宣布投降的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马上就允许日本 你可以收听短波电台了 摆明了就是让日本人思想开始混乱 竟然在官方媒体 就是说当时这个朝日新闻 就是一份报纸 是发行量非常大的 就在这个上面做了广告 而且非常贴心的说 所有的收音机 只是稍微的修改一下 加一个设备 或者把那个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短波收音机 以后就可以随便听了 要知道这放在以前是要枪毙的 索尼的销量 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以前偷偷摸摸的事情 现在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干了 索尼的问题 就一下子有这个 不知道卖什么东西变成了 这个生产力是有点不足 索尼的为什么运气这么好 让朝日新闻这么大的报纸给报道了呢 如果按照现在咱们朋友圈 这个鸡堂 应该就是说 机会你总是留个有准备的人 或者类似这种这种话 反正都是没用的废话 现实情况是 朝日新闻的这个主笔 叫加制农医 是索尼的好哥们 就是这个加制农医 她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妹妹 当然这个景深大并不是她的妹夫 但是这个很漂亮的妹妹 最后嫁给了景深大的同学 初中同学 然后就是一个叫杜鞭教授 后来是个教授的 后来如果以后讲的话 我也许还会提到她这个人 这个人还是对索尼公司 有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但关系都非常的亲密 朋友之间算是帮个忙 也算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人脉的力量 而且这个朝日新闻是个大媒体 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 报道了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像我这种 做一个电台或者做个公众号 里面你放个广告 可能就是有30个人 或者40个人 或者100个人看顶多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肯定是个卖假货的 但是同样一个东西 你如果让高晓松这种 网络红人就是意见领袖 去做个广告呢 因为它有巨大的影响力 可能他今天说的话 第二天明天全国80%的人都知道 而且他支持者非常多 可能是你不但会卖脱销 很有可能还要限购 所以索尼也类似于这样 一下子就不用愁了 这个事情上报纸以后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影响 就是说盛天招夫 当时也看到了这份报纸 然后呢他就想加入这个公司 如果说盛天招夫 没有加入这个公司的话 索尼会不会还有 这个真是不好说 因为如果按照 接下去讲的故事的样子 应该是讲盛天招夫 如何加入索尼了 当然这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 应该具有的一个思路 要紧扣整个主体 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播 所以呢我要跑题了 因为我要讲一下短播收音机 索尼的腾飞啊 和短播收音机有莫大的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 是短播收音机呢 为什么索尼会在这里大赚一笔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90年以后出生的人 肯定是没有机会听短播收音机的 尤其是没有机会听短播中文的收音机 等一会讲为什么 收音机呢 大家应该都见过 现在的收音机其实 比这个行业 比前几年好了不少 因为现在附加次多了嘛 听收音机的人 相应的也就变多了 毕竟你这个现在卖假药这个东西啊 只能靠百度的话 只能偏偏会上网呢 因为还有大量的人不会上网 所以呢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收音机 还有电视机 还有报纸的帮忙 才能全方位的为人民服务 现在所以你打开收音机呢 听到的都是一些电话订购的 比如说 卖特工的茅台 还有卖中央领导特工的药品 很多都是这种的 就是说你限时打进电话 这种电台呢是有传输距离限制的 就是说你只能在自己的城市去收听 比如说你在济南的话 你很可能听不到青岛的 你更听不到北京的 因为它的传输距离是一定的 但是短播收音机就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呢 就理解了短播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日本政府是不允许 日本的老百姓收听短播收音机了 一句话来说 就是短播的距离非常非常长 可以听全世界的电台 中播呢 这种东西可能类似于局务 但是短播呢 就类似于互联网 上老百姓上互联网说实在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AM和FM的区点 就我们听收音机的话 这个也非常简单 就是两种不同的调制方式 AM是调幅 就是它的这个 如果等于空中的电波 可以画出来的话 就是AM是什么 就类似于一个正弦函数 或者是余选函数 然后呢 它这个周期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幅度就是不同 你就看到高高矮矮高高矮的波这样过来 这就是调幅 高低 这个高的高低是不同的 FM是调频 就它的频率不同 它类似于跟弹簧 你这样不停地拉来拉去 就有的地方会灰绳的密 有的地方会比较宽一些 有的地方比较紧一些 类似于跟弹簧这样拉来拉去 如果能看到的话 还就是说长波中波和短波 如果我们从名字中肯定知道 就波长不同 因为所以才叫长中短 无线电波的速度都是相同的 光速 如果你波长不同的话 所以频率肯定是不同的 短波的频率就非常非常高 波长就非常短 那它是光速传播 相比于长波可能就是 一千两千两千米这种波 中波就是两百到两百米 三百米六百米这种波 短波就非常长 短波还有一个名字叫米波 就是说它可能就十几米 十九米 十九米是一个非常经常用到的 就这种短米 米波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波长太短了 所以非常容易受到干扰 比如说你一个楼房 有可能就是干 就影响一个波了 比如说你阴天晴天 还是白天晚上 收听到的电台都不同 而且音质也相差非常的大 所以短波声音机的爱好者 肯定是不会喜欢玩音响的 你就听个声 还有各种各样的噪音 完全没有 就是说你买一个非常好的耳机的话 是听不出区别的 因为里面就有噪音 天声就有噪音 这些波传输的方式 电磁波传输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天波 一种是地波 短波主要是靠天波传播 就是地波是其次 中波这种东西 主要是靠地波来传输 天波是其次 这个是无线电波的一个物理性质 并不是你想怎么传就怎么传 反而凡事都要讲基本法 正是因为短波是靠天吃饭 如果是白天 尤其是有打太阳的时候 地球的电离场 就咱们地球上空是有个电离场 这不适合反射无线电的 因此这些电波就不会反射 不像是镜子一样反射回来 这些电波就直接穿破这个电离场 然后跑到太空里 可能让外星人去听了 虽然有这么多的限制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短波 因为靠天波来传输 它可以反射 所以它可以传得非常非常远 比如说七兆赫兹以下的话 你实际上是能收听到 各种各样的语言的电台 听不懂 但是只能晚上收听 你这个白天实际上是收不到的 比如说九到十二兆赫兹的电台 白天晚上实际上是能收听到 但是晚上肯定是更好 因为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 晚上下了晚自习 就躲在被窝里 老师查了房以后 我躲在被窝里 就听这个收音机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 外国牌的收音机 其实是东南亚的 我不知道是泰国的还是什么 反正自私不认识 它实际上是中国这边代工的 就是德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德声的收音机 它是一个代工厂 刚开始它给人家代工 后来它有自己的品牌 就是它做了这个收音机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在黑市场流通 实际上你这个卖是违法的 当时我就找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有一个德声的短波收音机 你是可以收听短波的 那个牌子是东南亚的 我不知道 可能泰国或者是马来西亚 我不清楚 就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校的 每天晚自习以后 就用耳机收听这个电台 为了达到良好的收听效果 我一般都是从楼上 顺一根铁丝下来 就五六米长 一根铁丝当天线 短波收音机是天线越长越好 经常也就这样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半夜里可能听着 发现没有台 然后就吵醒 再起来关料 其实我当时收听的 大部分节目是什么 就唱歌的 还有传教的 就是基督教 我听了至少一年多 或者两年 一个牧师在讲圣经 每天晚上我都听 听完了以后 大家也没有信上帝 主要是寂寞 没什么事情 他就在那里讲圣经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内容 是黑这个政府的 但是皇帝 总是这样 总觉得这群刁民 总是想害政 所以他才处处提防着 神话你这个 说实在这个位置 很宝贵嘛 屁股底下的这个位置 你一定没人抢去了 被刁民抢走了 实在是不好 所以都防着 但日本的政府 就这样也是防着 如果有人听到这里 也想说 哎呀我赶紧去买一个 短部收音机 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我还是劝你 使了这条信 因为索尼 你之所以能够改装收音机 来赚钱 是因为改装以后的收音机 是真的听到短部电话 和当年不同 因为当年日本政府比较傻 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技术 也没有卫星 根本也不会玩这种 浮底抽薪的这种游戏 当年日本政府 为了防止老百姓听短部 是破坏煤炭收音机 就是日本的线命 把收音机打开 剪断一根线 或者是把短部的模块取走 大部分都是剪断一根线 所以你景深大 他们的业务就是把这根线接上 然后收钱 赚得排满博满 没什么成本 但2000年以后 我国是为了 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直接就浮底抽薪 所有有短部的地方 有短部的电台 尤其是那几个 VOA 中文电台 这些 不管你是音乐台 还是新闻台 就是说 前面我说了 这个短部非常容易干扰 就是说直接同频率 高强度的覆盖一个电台 就是中国的电台 所以 很有可能你买 现在买一个短部收音机 你说我要听基督教的电台 因此你打开基督教的电台 短部电台 想听一下上帝的福音 这个电台 是非常有可能传出一曲 党啊 亲爱的妈妈这首歌 但你想听VOA这种 英语口语的电台 因为VOA经常是讲口语的 就VOA慢速英语 但是呢 他们实际上就经常夹带死活 他们经常会在 那个口语里讲 他们美国的我们强大 他们夹带死活 但是实际上现在你已经听不到了 而不是他们也不会自己说 美国是水深火的 好像我们不知道一样 有可能你打开听VOA的时候 电台会传出就是 不是大部分肯定的 会传出中国的明天乐器 基本上是传出几首 一个是秦王破阵乐 可能你想听听听学学英语 结果给你一个丰收的锣鼓 还有丰收的锣鼓 所以非常的惊喜 也非常的意外 所以今天嘛 是2017年的6月28号 我就 咱们可以打开B站 你就搜索 或者是百度也可以 搜索就是短播干扰套曲 你可以仔细欣赏一遍 就这个短播电台干扰的 那些曲目都在那里 你可以听 有秦王破阵乐 还有就是丰收的锣鼓 还有歌唱组 我还有什么 我忘记了 好了 再来说盛天招呼的事情 因为盛天招呼当时 上一期我讲的 他当时就是 去东京当老师了 叫物理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篇报道以后 就写信联系景深大 见面以后就明确的告知 这个景深大 我这个不想 不想当老师了 来这里工作 不干老师 但景深大并没有答应 因为当时公司实在是不行 除了收音机业务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业务 就是卖电氧表 制造电氧表 但是盛天招呼 当时的工作环境 还是比较好 是个大学老师 你直接让朋友辞职 来这里冒险 实在是有点太搞笑 盛天招呼就说 这样吧 下班也没事干嘛 大学老师 下班我就来这里兼职 反正老师是有薪水的 这边我不用薪水 就这样 盛天招呼就加入了这个公司 就是相当于是兼职的 一个免费的工人 当时他教的教科的学校 是东京理工学院 因为是大选 美国当时已经接管了日本 所以美军当时实际上 是整理完了其他的系统 对方发现 该整理这个教育系统了 然后在1946年的医院 就麦卡斯 那个司令部 就发了一个通告 就是说 以前你曾经是在军队任职的人了 你要在教育系统你不能当老师 你本身就信仰50到你 现在又来当老师 所以是不行的 在这个命令是1946年发布 盛天招呼看了以后 并没有很悲伤 他其实很高兴 因为他早就想离开了 只是碍于面子 有时哪下就在三月份 就说服校长 让他走 校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说这个命令还没有到学校 你也要不再等等看了 反正你走了也没什么东西 也不好 结果盛天招呼说不行 我走了 是为了不给学校添麻烦 这个校长还有点感动 就让他走了 这是一个小插曲 就是他三月份就走了以后 这个命令实际上是 11月才下来 你想想 3月到11月又是很长时间 然后11月命令下来 中间实际上是一段缓冲期 你得让人家找工作 还是要走 结果这个学校里 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一直给盛天招呼 按月发工资 就吃了半年多空想 或者一年的空想 这倒是和某些国家 有些类似之处 就是说 不知道这个老师走了 就不停地发工资 但这个当时 盛田嘛 也就是吧 给了钱也肯定是要了 在加入了这个 爽尼公司的前身以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盛田招呼 不是家里的长子 人家在日本 长子是要回家 继承他的家族产业 还是第15代继承人 300多年了 所以你得说服老爷子 说不继承了才行 这个事情 景深大心理是没有底的 于是他就叫了公司的一个 能说会到的人 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盛田招呼 就是他盛田招呼 还有另外一个能说会到的人 就去了盛田招呼家 说服他爸爸 说让他放人了 前面说了就是 前两期 我起码说了盛田招呼 是非常非常的富有 而不是一般的富有 他家是相当的富有 当时日本 实际上是刚刚被日本 被日本 被美国打了一顿 也可以说被中国打赢了 是吧 国外就是说 你其实实际上是回来了 一千来万 就残兵败将 这些士兵 本身心理上 或者生理上 都受到了伤害 你仗又没打好 你又打不赢仗 又不肯把这个 拿把刀 把自己的肚子拿开 所以呢 回来这个日本的老百姓 肯定是不会 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 而且美国大兵也很浪漫 其实你 当时美国的大兵 是有袜子 有罐头 有巧克力 实际上一双袜子 或者是 一盒罐头 就可以和这个 日本的妹子睡一觉 所以呢 也不要说什么礼仪廉耻 就是没有到那个境地 我们大部分人 并不是说没有骨气啊 经济独立 实际上是 人格独立的一个前提 你自己饿着肚子 家里的老婆 孩子也没有饭吃 谈独立就有点搞笑 所以呢 这个美国大兵 实际上就在车上 扔口香上 扔巧克力 然后当时的日本人就抢 当时当然是抢 你现在在扔 扔肯定是不会抢 因为大家都减肥 你现在今天去扔 说不定还要被罚款 肯定没有人抢这个巧克力吃 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大部分人 之所以做不到这种 为无兜米折腰 不仅仅是 我们没有这个觉悟 和这个骨气 而是我们并没有 绝对的实力 和这个肚子 饿得咕噜咕噜叫的时候 你还能坦然处置了 一个心态 日本人当时也是这样 当时日本的民族英雄之一 就是一个叫太宰治的人 这个家伙一生就自杀了四次 最后一次终于成功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颓废的人 而是一个左派 是一个当兵的 就是战败回来的这种 生活的那个极度 让人悲伤的时代 他有一句著名的诗 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知道 或者大部分中国人也知道 如果看过书的话 就是那句话 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我有时候也这样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当时日本 其他人都吃不饱的时候 就是这三个人到了盛天家 就非常的不同 因为他家的家底非常的厚 所以这三个人去谈判的时候 吃的是烤面包和进口的火腿 你这个面包 非常精美的面包 再加上进口的 都不是日本国产的火腿 是日本进口的火腿 这件事呢 让景深大非常非常的震惊 所以多次回忆这件事情 倒是盛田本人觉得 还好吧 因为家里天天吃这个 也没什么感觉 所以家底厚还是就是好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是 沙仙小吃 也不知道王思聪吃什么 肯定是吃的不一样 他肯定不会吃沙仙小吃吧 所以盛田家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这个是没什么疑问 连家里同样不是很穷的景深大 过了那么多年 都忘了他跟人家的老爸谈了什么东西 他就记得当时吃了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有多么震惊了 景深大 当时还是可以吃到米饭的 竟然是这样 他的父亲呢 就很爽快的统计了 毕竟三百多年的家庭产业 长子不干了 就让次子来继承 他叫盛田昭夫 然后他的弟弟叫盛田昭夫 就是说按照家族的传统 但是你这个弟弟只是执行总裁 但是真正的精神领袖的总裁 还是盛田昭夫 所以索尼公司实际上在日后 明满天下以后 盛田昭夫每年还是要回家里 他这个酿酒的家族产业 他要主持一下家族的会议 因为家里非常有钱 这次呢 他回去 他的老爸又非常的开明 就说可以啊 可以去创新 然后是不是钱不够啊 听说钱不够的时候 老爷子还投了一笔钱 大概相当于今天 十万美金左右吧 所以呢 后来几次索尼公司 受到这个经济的困扰的时候 没有钱了 见不到钱 银行也没有钱了 他就回来找他爸爸来要点钱 然后呢 也不是白要 就给点股份 慢慢的这个盛田家族 就是第一大股东 索尼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就是搞了10%左右吧 当然是 又是一大笔钱 所以有钱的人就一直很富 索尼公司的前身 就是正式成立了嘛 回去以后就正式成立了 名字叫 东京通讯工程公司 可能不是很好听的名字 很长 景深大呢 是常务董事长 盛田是董经理 就有一个花旬嘛 你这个成立公司嘛 肯定要演讲 起草一些鸡汤语露 或者准备开幕式上讲一讲 非常兴奋 然后景深大呢 也当然非常兴奋 然后三亿七稿 最后说让他的表弟 过来修改一下 结果这个表兄弟 实在是太给力了 开幕式前呢 就把这个稿子给弄丢了 幸亏是表弟啊 否则的话应该请柯南回来调查这个杀人事件 那公司成立的时候呢 实际上只有二十多个人 但是你总是要借钱总资 所以各大银行一听 这个公司还是挺好的 一个是盛田家属的大少爷 就是大公子开公司了 而且呢 合伙人是谁呢 合伙人是景深大 但景深大是默默无闻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公司里还有一个 前面我没说的一个人 叫挂虚子的人叫钱田多文 这个人呢 是日本的教育部部长 然后合伙人呢 就是这个景深大呢 就景深大呢 岳父 就是 他的事啊 岳父就是 前教育部长的女儿 嫁给了景深大 所以你是不是景深大 无所谓 一听这个是 一个是盛田家族的大公子 另一个是教育部长的女婿 开的公司 肯定就是说 各大银行的人呢 都是投资嘛 马上就给钱了 就是都是闭着眼睛 按铃 按多按少 就是个缘分嘛 当时投资的银行 几乎包括了 所有的大银行 再说一个查局 当时就是说 帝国银行 不但银行投钱 连行长 自己个人掏药包 要投索尼公司 不让投不行 就哭着喊着要投 这个人呢 叫万代纯智郎 就是万代 最后这个老兄 最后去世的时候 他把索尼公司的股份 他也没用到 他就 捐给了青山大学 自己的母校 这至今为止 好像是 日本私立学校 收到的最大最大的 一笔捐款 就是说 索尼的股份不要了 就死了嘛 带不 也带不走 索尼公司 当时就这样看起来 就势不可挡了 那果真如此嘛 当然不会了 你如果一个公司 肯定要吃苦嘛 因为当时 美国大兵 才是这个 这里的真正的老大 因为他们需要娱乐活动 比如说和日本的小姐姐 晚上跳跳舞 就很不错 因此呢 他们就需要一个舞厅 当时 已经 东京已经被炸的 不行了 没有房子 结果他们又看上了 索尼的这个办公室 两层楼 就准备 要过来 开舞厅 那索尼公司 反正也是背景雄厚嘛 前面我说了 那搬还是不搬呢 这个问题就是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再见